最近一段时间主情比较忙 来看看中秋国庆版本更新什么活动 能夹调什么好的植物吧 首先无尽商店 特意做了个表格 总结潮冷风大河席 没啥有大量投入植物 玉米大炮 实在的眼泪 打爆索头水月生火炬 轮没到它 卡冰屋杀战技术 也下岗了 一般一接完全足够用 凑加住即可 椰子大炮挑战模式就能拿 这九个植物大部分要么实在的眼泪 要么蔡许昆 暗门雷 蔡多佳的植物 不推荐大部分人 在这个又抽又长的模式中 去买这些植物 庭院商店 爆炸扫背装饭比较秀 买下收藏专用 柚子基本上只有 一件和四件的区别 五件输出膏 但明显有更好的输出选择 还走一般九八八段 中国礼包就可以拿 一件完全够用 然后就是大机院 宝灵球必须四件以上 才有上场空间 基本上全换宝灵球即可 虽然奖利比较蚊子腿 现实召唤 这个新植物 油塞花头的时候 我简单玩了一下 就是个火焰花女王 夹鱼橄榄的红河罐 输出膏没啥用 我原完火炬 冷静草哪一个输出度比你好 总结 狗都不可谢谢 假日复带 我只建议为了瓷状而抽 要是非你打天空无尽 不然也不推荐 毕竟植物2模式变多 无尽又抽又长 既流花和冷静塔出现 要是早就低流成坛 而且天空无尽 也没多少人会打 秋人气点 这个活动想从前 那还是比较值得的 C位植物是流行花 在恐龙无尽中 开大招就可以架造恐龙的植物 不过没有瓷状的话 这个植物还是很难上的 挂击成浪费豆子 还不如卡无敌不消失的灯笼草 这个植物一般也是偏收藏为主了 流行花不可亲 靠第一行的普通奖励 也能拿到一阶 就需要做真容会比较多 比较偏干 还有就是转盘的部分奖励 猪性这边也适当说明一下 这五个植物一般选茄子 主要是很稀有 一阶推官也不错 剩下的四个猪都比较好拿 双人对决 恐龙无尽推荐植物 转鸡都能拿 这五个的话 没删除就选删除 石热花豌豆和柯柯蜜宝就能拿 而且这两个除开功夫无尽 或者摩登无尽以外 这种范围都没有删除广泛 一局草没啥用 天空无尽本身就是99.9%的平民的定区 这五个挂箭基本上优先拿加速闹钟 有两个机以上加速闹钟的话 选清楚弹弓 剩下的橙色挂箭 肯定是以加速划盆金柯拉为主了 然后再考虑金线杆或者医药箱 小花鸭这种挂箭基本上一到两个 完全够用 总结 十一活动只有秋日庆典 全商店还能看 特津活动一大堆 大部分都是拉拉堆里的鸡 垃圾 白嫖的植物大部分也都是用途不大的 好的 我是陆庆 在本下期见